在台湾的日式猪排店呢 百家争鸣各有特色 有的呢主打这个肉质 有的主打创意 比方说日式猪排搭配西式的起司 或者是跟蔬菜一起炸 那么这样呢 每年的产值都能够成长25% 连明星阿雅跟李严谨 都自己开店大抢日式猪排的商机 肥脂脂的炸猪排炸的金黄酥脆 严格挑选猪里肌肉前三分之一段 强调这样的肉质才够鲜嫩 一切开卡兹卡兹的声音光听 就让人流口水 但这不只是一般的猪排 里头还包了浓浓的起司 和爽口乳笋 让口感更丰富 这间主打六种完全不同的 创意猪排料理 老板就是艺人阿雅 看好日式猪排商机 台湾每年能成长25% 大概有六成左右的客人 其实都会点猪排 一切开巴尼迪克蛋 融融蛋黄流出 加上猪排一起吃日式和西式结合 口感独特 还有这款浓稠的切打起司 直接铺在现炸猪排上 猪排面液的酥脆口感 搭配浓浓脆死香格外诱人 这是艺人李严谨 筹资600万开的创意猪排店 这个菜的话就是 妻子酱还有猪排酱 两个都会用 连艺人都看好台湾人迷恋日式猪排 一年光市场产值就高达25到31台币 炸猪排强调肉质 要求里肌肉最嫩的前三分之一段 有的坚持只选一只猪 只有两块的腰内肉 或是从创意下手 包起司包火腿蔬菜 或是沾酱大作文章 都成了猪排大战 市场竞争 抢商机的另类手法 记者吃草配林一杰 张哲如洪熙 台北报道 张哲如洪熙